太夫人 这有些日子不见了 今天来是有事呢 还是 在潘家我是太夫人 在您这儿 我只是个弱女子 真会说话 我爱听 好了 有什么事就说吧 我听说您还接着 反共勘乱的自卫团团长 他妈 又有哪个不开眼的得罪你了 看您这话说的 我像是那种 只知道背靠大树成梁的人吗 我这次来不是为自己 是为了你 为我 你不是要抓共产党吗 那是自然 反共勘乱 那是蒋委员长的英明决策 也是我辈的职责所在嘛 怎么 你有共产党的线索 共产党家属算不算 在哪儿 石泉寨 葛大尼 葛大尼 你 你 过两天 早上该满月了 一定要办几桌像样的满月酒 不办 这是规矩 我说不办就不办 那女儿啊 别总拿过去的事压制自己 行不行 你要真想办啊 那就办一桌贡品 啥贡品 帮蛇娃 还有早生 给莲花嫂子一桌贡品 这都过去多久的事了 我这 你别想太多了 是我们阁家 害莲花嫂子没有孩子的 我现在不是有早生了吗 想着蛇娃 认莲花嫂子当娘 那认莲花当娘 不就等你认我 太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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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官县长来了 跟咱们大爷那儿说话呢 是 死东西 你最好保佑我 早是把我的儿子给抢了 回来了 要不然的话 我就天天咒你 骂你 那我让你 有事都不得超胜 老爸媳妇是共党家属 抓她那是顺理成章的事 可现在的问题是 我的自卫团刚刚组建不久 各方面的配备 还都跟不上 恐怕有难处啊 这与老三和老八媳妇是啥关系 这咱都知道 如果她愣顶着不教人的话 谁都奈何不了她 实权债的武器装备 可比我的自卫团强多了 上官兄和成王指挥不是顾鞘吗 你可以让她派部队协助 那国军要是出面 那是战无不胜公武复刻呀 余老三算上 实权债算上 那还不是小菜一叠吗 为抓一个女人 就动用国军主力 你觉得这口张得开吗 那善官兄那意思是 你们西连池 不是也有自己的看家队伍吗 如果能够从中协助的话 这事可就好办多了 什么事 西连池的看家队伍和余燕相比 那就是小不见他无了 别说我们根本打不过他 即便是斗得两败俱伤 最后吃亏的还剩我们叛家 你别忘了 余老三在部队带过 他在军队里有很多的朋友 既然潘爷觉得危难 我看这事就算了吧 对我上官开机来说 抓一个女人回去 那也不是啥风光的事 是啊 告辞 上官县长 怎么着 这就要走啊 好 该谈的公事都谈完了 我县里头还有好多的公务呢 还有比抓共产党更重要的公务吗 这老鼠它躲到了龙潭虎穴里 再好的猫也拿它没有办法呀 别死脑筋啊 咱们总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吧 好 太夫人的意思是 我有办法 让老鼠从龙潭虎穴里自己钻出来 真的 小意思 上官县长请全县的村保长和名流 到县里开会 共商抗日救国之事 什么事儿 抗日救国 抗日救国 抗日救国是当官该想的事儿 像我们这些老百姓 还没啥关系 话否真这么说三哥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我们已经通知了西连池的潘老大 和东连池的高先生 大家都会去的 都去 对 走吧 余老三走了 走了 管家 在 到你该出面的时候了 是 我这就去施全寨 你记着 找旁人没用 一定得找葛大宁 是 我明白 他会来吗 葛大宁死心眼 给他一根杆 他就会往上爬 你说啥 定帮他娘病了 是啊 啥病啊 严重不 听郎中说呀 这个病啊 不太好治啊 老八媳妇 太夫人听说 您要把定帮送到 县礼学堂去 她呀 很想见一见自己的儿子呀 老八媳妇 您也是有孩子人 您是知道 这当娘的想儿子 是啥滋味啊 看太夫人 这个病情啊 他们娘啊 见上这一面 不一定下次 还见得到见不着呢 您别着急 等定帮从学堂回来 我这就送过去 好好 老八媳妇 您的宽碰大量啊 我们潘家人哪 是人人敬佩呀 大量不大量的 哪个当娘的 不想儿子 那 我替太夫人 这儿谢谢您了 我公告了 行 那我公告 好 路上慢点走啊 马副官 太夫人 这些钱 给兄弟们买酒喝 谢谢太夫人 都准备得怎么样了 夫人放心 只要葛大妮一来 她就跑不了 你们只管抓人 剩下的我来做 我要让葛大妮知道 我已经不是 当年的石彩凤 敢跟我抢儿子 我让他有来无回 夫人放心 我想了 认证 她走 她能够 禁锏 一会儿 接着你娘呢 记得问好啊 多说一些好听的话 只要你娘一开心啊 她的病就好了 我知道了 不许耍小孩脾气 走了 走吧 你倒是走快点啊 走了 来了 来了 先进去了 老夫人等着都着急了 快进去吧 干啥 路上不是说得好好的吗 咋又变卦了 你还是爷们不 是 是爷们就得说话算话 好了 记着娘刚叮嘱的话 别吊着脸了 快去吧 来来来 这孩子 老爸媳妇 你也进来一块儿喝点茶吧 我就不进去了 在这儿候着就成 我说老爸媳妇 这潘家和余家 虽然有着这么个小小的过境 可是 我们也得懂待客的道理不是 来者是客 总不让您这儿站着不是 候香坊 早就给您准备好了茶点了 您请吧 行吧 走吧 好 走着 儿子 你别傻坐着呀 这儿都是您爱吃的 来 给你吃一口 娘 你不是病了吗 娘这病啊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啥病啊 小儿子的病啊 来 您帮 吃一口 娘没有病 娘看见你 病就全都好了 来 太夫人 老爸媳妇可已经安逗好了 这茶该喝了 知道了 林邦啊 娘给你沏了茶 来 你渴了吧 喝一口 娘 时候不早了 我要回去了 小弟弟还在家里等着呢 你不着急呀 喝了这口水 都不得了 再回去也不晚啊 来 乖 听娘的话 喝一口 好喝吗 您喝茶 谢谢啊 你就是葛大妮 是啊 我讨厌 我讨厌 没事儿 你是累的 去娘床上歇一下就好了 我不歇了 我找我娘 丁包 我娘呢 丁包 我娘在哪儿 丁包 丁包 快把她扶着密室去 丁包 当心啊 千万别伤着我儿子 好嘞 丁包 出尾 我 得 出归 扳 丁包 给我听着 余姐要是来找人 你们什么都没看见 听见没有 听啊 听见了 要看胡说八道走了嘴 我打折了你们腿 是 是 啥 我媳妇和丁邦去西连池了 是啊 听说是采放病了 你媳妇带孩子去看看她 不可能啊 前两天我见她好好的呢 这我也不知道是啥病 就听你媳妇说的 走了多长时间了 有两三个时辰了吧 照理说也该回来了 你干吗去啊 我走 帮我招呼下手 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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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小心点啊 我媳妇和丁邦呢 媳妇 奶媳妇少废话 老子现在就一个媳妇 就是那葛家的媳妇是吧 没见着啊 啥 没见着 媳妇没了 那你得赶紧找找 少跟我装算 我问你 今儿你是不是去了石泉寨 去了 那石泉寨的人都看见了 你是不是去了我家 然后找了大妞 是啊 跟她说了什么 我们这太夫人有病了 想见儿子 那我就去传个话 没想到呢 一见你媳妇呢 她挺爽快 满口的她可就答应了 你看 这不是我一直就这儿等着 她没见着人影啊 我说老爸 那媳妇说话算话不算话 太夫人那可等着呢 你们潘家跟我玩硬的是不是 你这是 从何说起啊 董哥 我告诉你 别 别 别 把我的老婆孩子带到潘家 然后人不见了 你告诉我你没看见 行行行行 再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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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良心 我这一直等着没见着人影啊 你不信 你进去看看 石崽峰呢 石崽峰呢 不理坦然呐 石崽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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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过来 顶峰 儿子 你不是我儿子 石崽峰 别给我装了啊 我老婆孩子 老婆 你怎么来了呀 你还在这戳着干吗呀 你快把我儿子给请进来呀 管家 快快快 快把我儿子给接进来 我 我 我说 你是真病啊 还是糊弄人哪 老婆 你看看我现在这个样子 我自己都糊弄不过去 我糊弄谁呀 我儿子呢 我儿子 丢了 丢了 你把我儿子给丢了 你陪我儿子 你陪我儿子 我儿子 我儿子 我 我说 我说 余老婆 你看台风都已经变成这样了 你就别再招他了 要不 你到四处去打听打听 也许他们俩 因为什么事给办住脚了呢 是不是 你不许是 他们根本就没看见他们 怎么可能 你媳妇和丁邦明明是去了西连池的 我 我潘建大院我里里外外我都找了 你甭说人了 连个鬼人都看不见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 闭嘴 说他们什么藏气话的 三哥 这次里好多人看到潘桥馆的去了老包家 三嫂跟我媳妇都可以证明 老包媳妇带着丁邦去了西连池 但那个潘老大就是不承认 这里头肯定有事 三哥 他们会不会出事啊 给我闭嘴 给我闭嘴 三哥 会不会是黑熊手下给黑熊报仇 我抽死你 丧妻 七叔 老五 明月 你们分头找找看 我去西连池看看 好嘞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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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三哥 三哥 你等等我 我没麻呀 老爷 请 来 人呢 他 他 他夫人呢 刚刚还在屋里头呢 我就去煎了个药 人就没了 你们是怎么弄的 还不赶紧去找 是 好 丁邦 你醒了 我这是在哪里啊 你这是在家呀 你看丁邦 最后 娘 把这儿啊 布置成了 以前你的家一模一样的样子 还特意给你做了一碗 你最爱吃的手感面 来 你快来吃一碗 以后啊 这儿就是你的新家了 不是我家 我要回家 顶爸 你回哪个家呀 你那个爹都不要了 他把我们俩说出去了 你忘了 你跟着他有什么好 没得吃没得穿 儿子 现在不一样了 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你以后 不用再做 毒鬼于老爸的儿子了 你是搬家的小少爷 娘以后 要给你最好的日子了 你不是我娘 你害人 你是魔鬼 我不要看见你 你走 丁宝 行 娘走 娘在这边这儿 你看不见娘 眼不见心不烦 丁宝 你先把面吃了 我要回家 我要找我娘 我要回时间站 老大 老大 咱俩也别费拓磨心碰了 你有什么条件 你尽管提出来 只要是我余老三能做到的 我一定蛮足你 我说话算话 老大 您说这话我就有点伤心了 咱俩一起去县城开的会 一起回来的 您知道的事情 我也是才刚刚知道 不是 那你说 这老八媳妇跟孩子 她就能上天入地了 我刚才问过管家了 他们确实去过十全寨 炒过老八媳妇 是 是唐土类型 那还不是因为姨太太吗 他可是我老太爷的遗霜 我们盘家北非最高的人 他说的话谁敢不听啊 老大大 你说他们会不会 半路上遇到什么麻烦了 你们家管家下午去了 石前阵 老八媳妇跟孩子 紧跟脚地往西连直走 真跟这结果眼上出现麻烦 他是不是太巧了 他们确实没有来 跟我们盘家 那你想啊 罗哥只是定帮不见了 你这才子还是有道理的 定帮啊 毕竟是我们姨太太的儿子 杨小儿子了 想留他多出几天 那也是情理之中啊 但是老八媳妇 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孩子 把老八媳妇也扣住吧 定帮 能想明白了 既然你不认我这个娘 那我也不认你这个儿子了 你们老四老三 要干什么 管家啊 老爷 人找到了吗 没找到啊 我说你们是怎么办事儿的 老三呢 他肯定是听说儿子不见了 着急 这疯疯癫癫的不知 到哪儿去找去了 你说你是回去等的 还是在这儿接着等 老家 吩咐伙伙 备菜备酒 昨晚了 昨晚了 今儿 我 我不打扰 你何必这么客气呢 一顿酒菜我还是请得起的 不过潘老大 咱俩光棍对光棍 丑话说的头里头 千万别让我发现 什么蛀丝马甲 不然 你知道后果会怎么样 老三 你何强是在威胁我 不是何强 我就是在威胁你 老八媳妇跟丁邦那是老余家的人 要是让我知道谁在背后捅刀子 我弄死他 你何强是 你不把我当鸟 但是我还是把你当儿子的 丁邦 丁邦别怕 好 我先把你给杀了 你再把自己给杀了 这样就没有人能够把我分开了 丁邦你别怕 那是丁邦 你看 不疼的 一点都不疼的丁包 你看 别试开 你看 娘 一点都不疼 儿子 你看 老子 给你了 来 娘 太分了 太分了 你干吗 太分了 你干吗 你 你 你放开 我要杀了于家的人 我要杀了于老爸 杀了于老爸 杀了他们所有的人 娘 我听你话 我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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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老三该死 于老爸也该死 还有那个客家女人都该死 女家的人都都都该死 都都该死 女家的人都都该死 都该死 你是说 不 这人还在潘家藏着 他们不会把丁包怎么着 我现在担心的是老爸媳妇 是啊 老爸媳妇这脾气 真让人担心哪 所以啊 我们现在不能跟西连池 闹歪了 万一要是把他们惹急了 狗急跳墙 老爸媳妇就危险了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 这石彩凤应该是冲着丁帮来的 老爸媳妇应该没事 舅奶奶 就是因为这样 老爸媳妇才更危险 你是说 他们要灭口 老爸媳妇跟丁帮失踪的事 大家伙都知道了吧 他们是咱们渝家的人 绝对不能出事 大家伙分头去找 就是把黄池仙踏遍了 要把人给我找到 是 三哥 三哥 外边来了俩人 说是要找八嫂 谁要找老爸媳妇啊 什么人啊 俩男子 不认识啊 哪儿呢 村外 三哥 就是他们 我还以为谁呢 这点事啊 我们来找大妞 找大妞 来得真是时候 怎么了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我让你一会儿说话 这么说 大妞儿真的失踪了 我哄你们干什么呀 这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老葛 看来咱们担心的事情 极有可能变成现实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 把话说清楚了 是这样 今天下午 黄池的反共勘乱自卫团 突然包围了葛条沟 目标就是老葛家 要不是葛老伯躲得快 已经被他们抓走了 我们分析 他们这次突袭 肯定是有原因的 抓公道 既然他们是冲着我们家去的 我就担心大妞儿这儿也有危险 所以就过来看看 也算给你们报个信 谁想到这么快 大妞儿就出事了 你说是金灵下午 对 三哥 我媳妇会不会被 自卫团带入共产党抓走了 这事也太巧了 你好像话里有话呀 你们看啊 大妞儿是今天下午失踪的 他本来是带着丁邦 去潘家看他亲娘的 可人已经从这边走了 那边愣是说没看见 还有 你们家也是 今天下午出的事 是不是太巧了 你是说 西连池的潘家 跟自卫团有勾结 我不敢完全肯定 三哥 我媳妇真落在 上网开机手里了 二位 感谢你们今天带来的这个消息 你们放心 既然是在于家出的事 于家就一定会负责到底 于老三 这事如果有需要我们帮忙的地方 于家的事 于家自己办 这可不光是你们于家的事 阁家大哥 不是我小看你们 就你们那么点人 那么点枪 能保护住自己那就不错了 老爸 你去找老五 告诉他 盯紧了潘家 一有动静 马上来找我 知道了 放老娘出去 老娘不是共产党 放老娘出去 快点 放老娘出去 别喊了 没用 你喊破嗓子也没用 放老娘出去 老娘问男人是国军事长官 回头 让我 让我男人把你那个个儿全敲毙了 放老娘出去 我 我再把这屋子给点招我 我点 我点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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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他干啥啊你 你点他也没用啊 你咋知道没用啊 我之前在这住过半年多呢 妹子 你是共产党啊 啥呀 我就是个装户人 让我看见 还好你不是共产党 要是共产党啊 是要被杀头的 啥 杀头 可你要不是共产党 他们为啥把你抓进来啊 我哪知道啊 我带着儿子走心去 莫名其妙地就跑这儿来了 我家里还有一个孩子 等着我喂奶奶 我这都急死了 你为啥被抓来啊 你别跟我说这个 一说这个我气着不打一出来 不爱说你就歇着 那我要不说 我还不得憋死啊我 那你就说呗 妹子 你知道我男人是谁 你男人又不是我男人 我哪知道 我男人啊是国君 国君知道吧 这个我知道 我还见过呢 有一回 我被一个当兵吃粮的 他想占我便宜 我一口就把他的耳朵咬下来了 妹子 你可真厉害你 说你男人呢 说我男人啊 我那个男人我跟你说 他 他就是一个混蛋 他在外面风流就算了 有一次喝多了 他还把一个贱女人 给领回家里来 我的家里 你说可气不可气啊 这种男人是挺可气的 那 那你就饶了他了 饶了他 我怎么可能饶了他 我子罗兰是谁啊 你别看我现在这么邋遢 想当年我也是 红遍古阳城的一枝花 多少男人 不倒在我的群下 我怎么可能饶得了他呢我 那你是咋整治他的 我 我看到他把那个 借女人给领回家里来 我跟你说 我顿时我就 怒从心头起 恶相胆边生 我一不做 二不休 当时我就 你把他删了呀 离家抽走了 你跑了呀 我去哪里 你去哪里 我去哪里 你过一个人 我去哪里 你不做 我去哪里 我的股票 都不做 我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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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说 你这边 吞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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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吖 我也不知道共产党长啥样 啥叫探究 那 那你咋不跟他们说清楚啊 我说了 我把事情里里外外 左左右右 我都跟他们说清楚了 可是没有人相信我 不信我就算了 他们还说我是疯子 梅子 你说我像疯子吗 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 出去 出去以后实进花他的钱 给他花的山雄水尽 这鬼尿牛的 出去 identified 往哪儿走了 别做梦了 啥 咱出不去也得出去 必须出去 我还在等着我卫奶奶 对 出去 我出去 我花她的钱去我 对 咱得出去 出去 快 放我们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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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了 把这点了 点 点 放我们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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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人家了 快点点 瞎折子什么 老是带着 安哥 情况咋样了 老爸媳妇被关到监狱里头了 罪名 共产党 共产党 那可是掉脑袋的大罪啊 管他什么罪啊 先把人说出来再说 那他花多少钱呢 现在情势不一样了 那行情也就不一样了 国民党第一次搅弓的时候 就放出过花 宁可错杀一千 不会放过一个 就像七叔说的 但凡被指定是共产党 那他妈就得掉脑袋 那就是说 我们这次要花的 不是熟人的钱 是买脑袋的钱 那得多少钱啊 咱宣债不是开票号了 哪来那么多钱啊 干脆 劫狱 不行 我不同意劫狱 这葛达尼现在是政治犯 关的地方不一样 那防备就更不一样 咱们那些家地 就是兜达进去 也未必能劫狱成功 退一万步说 咱就是把他救出来了 以后 那也是没完没了的麻烦 咱以后 就不是刀客了 是共产党 你是谁家这么缺德啊 非把于家往绝路上逼 还能有谁 潘家 安哥 那人有救没救 有的救 咱得救 没的救 想办法救 老三 咱 救人归救人 千万别把咱们余家搭进去 老三哪 让你久等了 真是不好意思啊 县长公务繁忙 打扰了 这见外了不是 你我是多年的朋友 我不能刚带乌纱就凉了茶呀 怎么 找我有事啊 没事 上官兄容灯献首 我这是来给您喝喜的 有没有时间赏个面子 咱哥俩出去喝两杯去 不怕你笑话 兄弟我是才疏学浅 又蒙天降大人 现在只有为党国鞠躬尽瘁 干脑涂地的份 哪有心情饮酒作乐呀 看来我俞老三是猪崽子的脑袋 这面子不够大呀 腰间歪了不是 你我兄弟多年了 以后有时间我请你 行了 老三 咱俩就别来那虚假客套的了 有事说事 真没事 行了 别猪鼻子插葱装相了 我知道你为什么事来的 我也知道你是为谁来的 你看 县长就是县长 我这乡野村妇 还真难忘相悲 老三大 老八媳妇的事啊 我也是刚刚听说 你说 他怎么和共产党讲 他怎么可能是共产党 你问问他共产党那仨字怎么写的 他会吗 不会写字 未必就不是共产党啊 那你怎么就认准了 他就是共产党了呢 一把土捧在心间 一枪雪洒满苍天 一把河道达的丈夫 你突然达职梗 阿宇愿 浓州 阿宇愿 尽态 浮沉悲喜多不留情缘 深渊风光无限 一段情不随人缘 一滴泪黄土爱恋 一场绝恋不本来 人世间情人离三山河边 草木枯虽也不眠 寻寻恶欲待今天 地府天凡 山下路一马冰川 天生云变幻万千 天生云变幻万千 浮沉悲喜 徒不留情缘 雪月风光无限 天生云变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